我是霸主 为了拿到100万元的奖励 我参加了一档亚马逊丛林的直播求生节目 进行为期100天的生存挑战 一觉就睡到11点了 你别说这个渡口晚上还真是挺凉快的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里过夜 身体状态不同 体验也完全不一样 你们要是来探险 记得来渡口吹吹和风 哎呦我天 这不是我的椰子碗吗 昨晚本来想煮肉汤喝的 结果一直找不到碗 哎呀 我的鳄鱼肉已经变质了 太可惜了 早知道昨晚全部吃掉 身体状态还不错 我需要先吃点东西 坚果补充脂肪 蛇肉补充蛋白质 再吃点蘑菇 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 好了 今天18主在亚马逊生存的第12天 做一把石毛 看看鱼沙陷阱 里面捉到了一只孔雀炉 听名字 你们是不是觉得它应该长这样 而实际上呢 它是长这样 因为它的尾棋上 有一个镶着金圈的大黑点 和孔雀尾羽上的眼斑很像 孔雀炉因此而得名 走 我们继续往丛林里面探索 我去 这丛林里面 马黄还真多 又是五只 我听到野人在唱歌了 但听这声音 应该离我挺远的 一天天的 除了唱歌就是唱歌 这棵大树下面 有一些蓝色的蘑菇 这种蘑菇 真可谓是野外生存的能量宝啊 吃上一个 精神焕发 能量满满 又发现了一只大球鱼 我的右手护甲也有了 哎 漂亮 哎呀 没死 新卫兽 别跑 跑哪儿去了 在这边 看你能跑多远 不跑了吧 差点把我时髦都带走了 哎呀 没有石刀了 这把锈砍刀 一点也不锋利 我得去找一块石头 哇 这里有个水潭 好漂亮啊 今晚住在这里 也挺不错的 那也挺不错的 你快点把水潮了 下来 看我 实际上 我就能拐了 这把锈砍板 解销 拐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快救我 我在学里踩到钉子了 那你可真真是霸主家骨灰级的元老了 谢谢你陪了我两年 以后我也会继续陪着你们的 我每天熬夜就是为了等霸主发视频 没看到心里难受 这一条可以和后面的一起说一下 又这么晚别一直熬夜了 对身体真的不好 看来霸主发视频确实是太晚了 以后还是尽量早一点吧 霸主你的所有视频我全看过 每天在家里坐等你更新 这次我读了很多条的评论 有非常多的小伙伴都说 我的视频全部都看完了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 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这一条呢 你们没发现这个ID自带上榜属性吗 三连什么的 你懂的 霸主你建个别墅吧 我是来这搞生存的 你竟然让我建别墅 不过其他人也想看的话 这事情还有搞头 毕竟霸老板是虫粉狂魔嘛 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把霸主的视频全部看完了一遍 真的假的 一个月就能看完吗 这些视频可是花了我两年的时间啊 你们觉得一个月的时间 能看完霸主的所有视频吗 欢迎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好了 今天的粉丝留言就读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